《逃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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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亡》 《逃亡的逃亡的逃亡的逃亡》 《逃亡的逃亡的逃亡的逃亡》 《逃亡的逃亡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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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亡的逃亡的逃亡的逃亡》 《逃亡的逃亡》 《逃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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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亡 《逃亡的逃亡的逃亡》 所以他们以军律的处罚就是以吊刑 而吊死这个人 我们后来我经过看那些人来说 在我直觉上看法 他就不是热克军来的 是一个提示鬼 他是一个属于印度人来的 很多人都这么说 他们的酒店也被伊拉克军队搜查过 唐伟文他们不能出去 就唯有在这儿想办法 我们过了第四号搜索后来说 我们全部都不在房里面 大家都走上去十一楼 十一楼来说是酒店安排一些所谓的娱乐 看电视、玩乔牌那些 但我们都没有心情玩 大家坐在那儿聊天 大家在那儿量一下有什么机会可以逃生 有些人就我们在酒店里拿个地图 可不可以试一下逃去沙地阿拉伯 或者走去巴达 英中文我就不知道 这些是伊拉克的首都 巴格达 由巴格达就过去约旦 大家给一些意见 可不可以经过沙漠呢 我们需要些什么呢 怎样去找车呢 汽油呢 和指南针呢 水呢 我们酒店里面来说 就有一个是外国人是美国人来的 他在西贡里面 就是曾经在越南西贡里面 就是受训过的 打过将军人来的 就是退伍军人来的 他就教过我们 如果万一 就是伊拉克用那个所谓化红武器 我们怎样去保护 对吧 在那段时间就尽量去学习 还有美国如果打进来 我们分几多组人 五人一体 怎样走 就算怎样成 大家安排好了 在这段时间 英国大使馆多次派人来探唐伟文 但是就告诉他 没办法安排他走 唐伟文于是打电话给美国 法国 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使馆求助 由一个东南亚国家拒绝了他 而另外一些西方国家的使馆 就说愿意帮他 不过他们说 连自己国家的僑民都没办法帮 当时我还没找到 中国领事馆帮我之前 我已经是感觉到自己 已经是没望 我当自己已经是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当自己是没望 当时有没有想起太太和子女那些 有想 但是也有想 想那又怎样 自己做到什么 做不到什么 又打不到电话又说不到 只是那天和其他人说过一次 我告诉他 我说我走不了 他说你开玩笑 我说不是 我打到进来 他说什么打到进来 我这一刻打到进来 全部都在酒店的网络里面 他说你应该两分钟 我现在打进来怎么走 机场已经封了 所有的通道已经封了 而且我们那里成为禁区 又不能出 然后没有人进来 怎么走 没有办法 有些住客 他不是说是美国、英国人 有些是Egyptian 有些是其他中东那边区的人 我们就给了 电话、地址 每个人都给了 谁走得到就给谁 可以说是一个 违言 交代给家 我也有给 让唐伟文最担心的 是他任职那间科威特公司 是与科威特国王的宅合营的 当地人一听公司名就知道 而他所持有的当地身份证 是写了公司名的 有一天 唐伟文在一个当地朋友的帮忙下 开车出面去买食物 我去买食物 我经过买食物 刚刚就通过那个警察 就是有一个警察 将近已经到我们酒店了 我就过不了 他就查 查车 查车没有枪械 然后查身份证 我给他身份证 他不要 他说我不认识 问我没有一个那边的身份证 那时候我想不起 我就给了他 那时候我坐车头 我坐在右手边 那个人又问他拿身份证 我旁边的朋友来说 我问他什么事 他问我拿身份证 因为他说了喇拉伯话 我给他 我给他那边的身份证 他一看 那身份证 社责喇拉伯文是英籍 接着他开车 整支东西在我 那时候我真的 不停坐在那里 都不会落地 都不会落车 接着我跟他说 我死了我死了 我救了我救了我 我怕他就是什么 他拉我进去 不知道什么事 将会发生什么事 接着我再给朋友解释 我说我是香港香港中国中国人 自己跟他说 我说了差不多五分钟 他才肯放我走 我当时真的 我说面都轻上了 脚都震了 回来之后 立即轻回手 我自己跟朋友 送回我上房 我自己都在那里震 在那里震 开到房门也不会开 回到房门也不会开 震的手就震了 由于伊拉克士兵 不懂身份证上面 写着那间公司 唐伟文才逃过大难 至于我怎样才能回到香港 就很幸运 这个很幸运 说我自己的命 说我很幸运 我间房里面 有个收音机 我开了这个收音机 我开了这个收音机 因为电视看来看 都是那些东西 对吧 都没有 无约可救 我本来想着 对吧 唯有听BBC也一样 就拿了这个收音机 零零零 就是这样 收到 就是 很迷弱的中国的港部台 他就说 香港人 持有英国的护照 可以去中国领事馆 求助 那天晚上我真的 好像 中一个吉祷金 他说 唐伟文后来的经历是怎样呢 而其他一些香港人 在科威特又有什么遭遇呢 下一节再和大家报导